据台湾媒体报道 音乐人李昆成和女友林静恩相差40岁 二人在2013年公开恋情 野孙恋一路走来受到不少争议 日前更宣布即将在2016年女方满20岁时结婚 成为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 近日她在社交网站上发文 回忆已经逝世的儿子李卓奇 最后却仍不忘向女友甜蜜告白 你能我能恒久相恋与爱的体会 闪瞎出 李昆成一日在社交网站上发文 感性抒发对已过儿子李卓奇的思念 透露虽然这几年赚的钱比较少 但却是人生最安逸宁静的时间 接着话锋一转 随即向女友李静恩甜蜜告白 有一天静恩闯进我平淡的人生 悲痛 哀伤 执念 怒气不见了 最后还表示人生的意义便是你能我能 恒久相恋与爱的体会 看出这对野孙恋彼此相当恩爱 据台媒体报道 音乐人李昆成和女友林静恩相差40岁 二人在2013年公开恋情 野孙恋一路走来受到不少争议 日前更宣布即将在2016年女方满20岁时结婚 成为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 近日他在社交网站上发文 回忆已经逝世的儿子李卓奇 最后却仍不忘向女友甜蜜告白 你能我能恒久相恋与爱的体会 闪下众人 李昆成一日在社交网站上发文 感性抒发对已过儿子李卓奇的思念 透露虽然这几年赚的钱比较少 但却是人生最安逸宁静的时间 接着话锋一转 随即向女友李静恩甜蜜告白 有一天 静恩闯进我平淡的人生 悲痛 哀伤 执念 怒气不见了 最后还表示 人生的意义便是你能我能 恒久相恋与爱的体会 看出这对野孙恋彼此相当恩爱